警與賊超商扭打 丹丁姐照買不悟 我哩咧 警察這箱跟賊打得火熱 丹丁姐這箱像沒事一樣 人也描過繼續Shopping 連警方都訝異 丹丁姐真是超冷靜 32歲男子江吉峰 和28歲男子邱博翔 去年加入跨兩岸詐騙集團 擔任提款車手 前天中午一點多 兩人在南投竹山便利商店內 以提款機翻案時 被警方當場火逮 邱博翔不斷扭聲拒捕 兩名警員奮力壓制 並怒斥不要做無謂抵抗 他才乖乖就範 而一旁的丹丁姐 自始至終都悠哉購物 還有一名丹丁哥 也自不自選好飲料 好奇看一眼就離開 警方擺出查貨的贓款和銀聯卡 放滿整張桌子 洗貨的贓物總共有198萬元 另外還有56張的銀聯卡 銀聯卡使用之後 也方便了這些詐騙集團 兩人向警方共稱 因事業沒有收入才走歪路 先後協助對岸詐騙集團 提領上千萬元現金 警方訊後依詐欺 洗錢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 董新聞南投報導 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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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